杨白身于水里面会往下沉 如碳有反映火变素身 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 其实他们唱的正正是一些化学知识 本身对音乐和填词有研究的林sir 早在2014年开始 已经发表过不少科学教育改词作品 今年初大热的钢支链金术师化学篇 就是和这位曾经唱过H2O化学篇的Camp Sir 一起填词的 最近两位就化身成组合科创李林 何天方合唱 用录音室录音之余 还特意去迷你渔门拍MV 制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么认真 两位阿sir越玩越大 与老师的既定形象很不同 好 阿sir越用卫木 他都不会说是大学教授自居 大学教授也纯粹是这样 我们中学老师 而是和年轻人接触最前线的 更加需要和他打成一片 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 不是那么想老师走过来 我现在做老师 你召转的 那些学生他很多时候都是想陪他一起玩 教师以我工作就是知识的传授者 你是知识的权威 但现在不同 学生他可以透过不同的媒体途径去获得知识 所以教师就从一个单向的知识传授者 变成了一个学生同行者 既然是同行的 你一定要建立一个的私生关系 两个才能够 那位老师呢 他有心做老师 他自然感觉到 他有需要做这个转变的话 举个例子 有个老师教了三十年才算 他不可以用三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那一套 当然不可以 但他未必会做得很顺畅 或者是他会很融入那些学生 一直在做老师的人 应该他是不断地变 差了他变的幅度是大一小 两位阿sir这么有心 但就用了八九十年代的歌 怕不怕和学生有代级 我出了H2之后 我发现我的学生 form 1 form 2 就是当二哥那样唱 我觉得是没什么关系 他们今天是不懂原本的H2 但是照样日 亢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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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亢 其实唱歌教科学是受 不单是有效 学生学到感兴趣 喜欢 并且是学界 都是开始形式和接受 两位透露 之后还会有不同的合作 希望可以继续用歌曲 教学生科学 还有人生的哲理 继续寻天赐的福音 少年人生性的造人